大家好,歡迎來到逆之奇幻Game圖 我是你們的隊友阿逆 在對馬戰鬼的一騎島 有一套裝備穿了之後可以改變你的遊戲習慣 這套裝備跟島上的源侯是有關的 相關的故事就留給你們自己看 這條影片我會講一下怎樣運用這套裝備 以及講一下配哪一個護符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攻略及資訊之外 還有強迫正發作的白金獎盃收集 以及解答觀眾問題的遊戲實驗環節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 一有新片立即通知你 隨著主線的進行 我們來到周的避難所 有一個NPC會講一個關於海購的傳說故事 就在地圖上這個位置 完成傳說故事的任務就可以得到原神甲咒 你可以用物資、阿麻、皮甲和絲將它升級 這支資源在對馬島已經有了 升級之後就會改變外觀 還有一隻懸喉在頭盔上 顏色方面你可以在一期左右的飛鴻染鳥雙人拿到紅色的外觀 完成了隱蔽海灣比武大會就可以解鎖這個雙人 而黑色和白色的外觀就要分到對馬島 分別找白染雙人和黑染雙人買 升級之後裝備的能力當然有提升 如果你習慣用普通招架的話 第一個能力就會改變你的戰鬥習慣 穿了原神甲咒 普通招架就會失效 但取而代之的是完美招架可以觸發三連擊 有點像露姆的 分別只是露姆的移動距離較長 而這個能力不會消耗缺異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三連擊時附近沒有敵人 或者敵人在攻擊範圍外 三連擊就會終止 決鬥的時候這招都蠻好用的 可以對同一個敵人連擊三次 不過另一方面自己就會失去普通招架 會令決鬥變得更加困難 所以用這套裝備的風險都蠻高的 可以用到完美招架戰鬥就更有效率 但如果防禦的時機錯了就會受到傷害 另外如果依賴疾風架式 完神甲袖也會令到疾風架式的長槍防禦失效 雖然沒有普通招架 但我們仍然可以長按防禦來擋住攻擊 不過我當然不會觸發三連擊 而另一個能力會將完美招架和完美閃避的判定時間延長 可以更容易使用 其實還可以令到完神甲袖更加容易使用 一會兒的護符就會提到 另外你有玩New Game Plus的話 可以將完神甲袖再升多一級 進一步延長完美招架和完美閃避的判定時間 得到的決意也會增加 完美閃避也有特殊的動作 普通閃避也可以正常使用 但時機適合的話時間就會減慢 也可以用類似明月架式的速力攻擊 你可以在決鬥時使用 不過這招就比較適合同時應付多個敵人 而且可以不停用這招來應對所有攻擊 完美招架就只可以應付紅光以外的攻擊 接著就講一下配什麼護符 完神護符可以在我們補血時 延長完美招架和完美閃避的判定時間 完整升級還可以維持12秒 但回復時需要兩點的決意 不過完神甲袖的其中一個能力就是增加決意 所以我覺得可以接受 亦令我們更容易發動完美招架和完美閃避的特殊攻擊 如果這個護符不是配完神甲袖的話 對戰鬥的影響就會比較小 要拿到這個護符和完全強化他 我們就要去三個原之聖地 第一個是在劉寇之隔 第二個是在圓南的山上 第三個是在圓南遼望處隔離 這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或者問題想知道的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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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